Hello,大家好,我是Dr. Chong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太阳 竟然是我们皮肤最大的敌人 很多人认为,如果我塞上了 可能过了几天就没有什么了 阳光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往往是超乎你们的想象 阳光含有很多的我们所称的肤色 那个延迟性的肤色 最重要的两种肤色 也是对我们身体造成这个最大破坏率的肤色 就是我们所称的紫外线 UVA和UVB 长期在UVA和UVB的包拆下 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三个非常大的伤害 第一个就是我们皮肤黑斑的形成 紫外线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细胞的 我们所称的黑色酥的细胞 会造成我们的皮肤成黑 就是说如果我们时常包拆的话 我们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黑 但是问题是,不是只是黑的原因 是说当我们年纪增长的时候 我们皮肤也会开始呈现这种老人般 变成你的皮肤看起来的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不美观 尤其是女性 这种长期的这种UVL 我们所称的跟紫外线的包拆 会使到他们的黄和斑 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深 第二个,为什么阳光对我们的皮肤会造成这样大的破坏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紫外线会造成我们的皮肤 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剂的伤害 自由剂的伤害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组织受到破坏 会使到我们的皮肤会开始老化,开始松弛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有呈现这个周纹 第三,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就是紫外线会破坏我们皮肤细胞的DNA 如果我们皮肤细胞的DNA受到破坏 我们皮肤就会出现癌症 如果你想你的皮肤不要老得这样快 要保持你的漂亮,保持你皮肤的这个健康 防晒的工作是不能少的 选择正确的防晒油和天天使用防晒油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要记得,涂上了你们的防晒油 不是代表说你们一定会受到100%这个防止紫外线的破坏 因为防晒油是不会给你们100%的这个保护 所以尽管你们有涂上防晒油 今好也是要去我们所说的避阳 总之如果能够避开太阳 找地方去遮,遮这个太阳 打散,带那个帽子,那种宽边的帽子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动 使到你们这个防晒的效果更加有效 如果你们觉得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正确的这个防晒油 和如何正确的这个涂上你们的防晒油 或者说你们觉得你们皮肤出现这个老化的现象 请尽快地来我们这里 让你们帮你解决 我是Selensis Clinic的Dr.Chom 我们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